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内季风过渡阶段估计落在本月 秒或4月初 目前的炎热及前噪天气预料届时将开始减缓 隶属大马气象局的国家气象及地球物理行动中心主任马克伦法兹利说 当风向从东北季风转为西南季风时 即进入季风过渡阶段 他说 通常 在季风过渡阶段 风吹形势将导致在下午带来暴雨 气象局预计此情况将从4月初开始发生 在应对炎热天气方面 马克伦法兹利建议民众穿住合适及舒适的衣服并减少户外活动 以减轻当前高温带来的影响 天气燥热 公开焚烧影响空气素质 及环境局2024年1月1日至3月23日 共借到117宗有关公开焚烧投诉 其中以民众在住宅区内焚烧垃圾的案例最多 及环境局主任沙利法今日在文告中说 该局针对美宗投诉开启调查档案 对于甘榜区的居民 一般会先给口头警告 或掩护分派小色子 提醒民众不可公开焚烧垃圾 但如今天气燥热 该局必须加强执法 一旦发现有人公开焚烧垃圾 尤其涉及工业区 将会直接省略口头警告 直接向为例者或单位开出罚单 他说 涉及公开焚烧活动 可被罚款高达2000令吉 若涉及公开焚烧的范围扩大 则该局可建议另开档调查 届时的罚款额是最高50万令吉 换个焦点公正党英特拉驾央暗州议员闫爱玲的汽车 今日凌晨遭一名神秘的摩托骑士 从其屋外抛扔砖块砸破其汽车挡风玻璃镜 恰巧当时闫爱玲还屋内在处理公物 听到巨响后通过玻璃门往外看 看到一辆摩托迅速逃离现场 颜爱玲今日受访时说 这起事故于今天凌晨约24时分 发生在齐租的住家 不过她确认此前并不曾受到任何恐吓 或与他人结怨 起冲突 所以不确定滋事者的动机 她相信滋事者是在近距离用美化砖块 砸向她的轿车挡风玻璃镜 似对她表达不满的行动 寻及是否关乎政治分歧或其他报复行动 颜爱玲也无法确定真正的原因 因为她与州政府 执政党 公正党 西蒙 团结政府 有党等的关系都和谐 而且最近也刚成立联邦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 彼此也合作良好 颜爱玲接受光明日报询问时说 事件发生后 她会加倍警惕 虽然日常及选区活动仍继续运作 不过她会要求数人陪伴 毕竟人身安全最为重要 她个人觉得这起事件的发生确实让她害怕 毕竟当地民风向来淳朴 居民都很散良 为此她希望警方能早日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同样是恐吓政治人物的事件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 位于霹雳曼容县爱大华林兴汉花园的老家 之前遭不明人士丢置用国语写着尼可敏 不要挑战伊斯兰的恐吓传单 针对此案 霹雳总警长拿督斯里莫哈默尤斯里说 警方已传召11人路口公住查 他说 路供者包括这名安顺区国会议员的近亲和邻居 他表示 警方已检查西海岸大道地区 以及临近其住家的邮站的壁路电视录影 调查还在进行 警方促请掌握线报者挺身协助警方完成调查 光明新闻通结束前来关心行动党新谷毛州议员李继香挨事的噩耗 李继香今日在约500名行动党领袖 党员 新谷毛选区的选民 村民及社团代表的陪伴下 走完其人生最后一程 李继香 于本月21日与世长辞 享年58岁 今早时时在富贵生命馆进行出病礼拜一事 行动党领袖及党员 亲友 新谷毛选区的选民 今日也纷纷前来送别李继香 行动党一党旗为李继香盖棺 在出病时用十只党旗送别他 现场场面一片忧伤 今天的新闻通就给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